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在学习过程当中 很多知识点和我们房产税是可以进行保持一致的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城镇土地使用税啊 它也是在持有环节来进行交的 那你在持有环节 是不是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都是年年来进交啊 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征税范围以及纳税人 凡是在我们城市县城建制镇 和工况区范围内的土地 不论你是归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都是属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 那你会发现 是不是和房产税规定是一样的呀 都是不含农村和房产税是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纳税人 其实我们房产税也和大家说了 就是你的房产全属所有人 这是一般规定呀 那土地呢 由于土地啊 我们只保留使用权 只拥有使用权 对吧 我这个纳税单位啊 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所有权一般情况下是归国家所有 好 那接下来 不就是我拥有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 来进行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我的一般规定 那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呢 特殊规定也是和房产税一样 受益原则 也是要看你的受益原则呀 好 你来看 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 他不在土地所在地 就是地和人不在一个地方 那地和人不在一个地方 是不是便于税务机关的征管 是由代管人 实际使用人呀 谁使用 谁受益 谁是纳税人 再来 土地使用权 你这个没有确定 纠纷 没有进行解决 是不纳税吗 纳 受益原则 谁使用 谁是纳税人 谁使用 谁受益 谁是纳税人呀 好 接下来 土地使用权共有 共有各方都是 城镇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 那比如说这块地 对吧 分为了三个人拥有 甲 乙 丙 那甲乙 丙都是这块地的纳税人 那各自按照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 在你总面积的比例来分别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来看一下多项选择题 那根据规定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范围的是 那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 我不看你 主要看你这块地位于哪 位于我们城市 县城 建制镇 供框区 你需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但是位于农村不需要 对吧 那此时需要缴纳的 答案只能选择 B C D 好 再来 下列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人的表述当中 让你选择正确的用 A 土地使用权 你没有确定 这个权属纠纷 也没有进行解决 那是不纳税吗 纳 受益原则 谁使用 谁受益 谁是纳税人 没有问题吧 好 那此时实际使用人 为纳税人 那接下来 土地使用权 共有的 那共有各方 都是纳税人 共有各方 分别按照你 占用的土地 来进行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没有问题啊 再来看C 拥有土地使用权的 纳税人 你不再 土地所在地啊 地和人分离 那便于税务机关竞争管 也是受益原则 由代管人 实际使用人 他们使用 他们受益 他们作为纳税人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D 城镇土地使用税 由拥有土地的 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 或者是个人 作为纳税人 进行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正确 那答案ABCD 此选项要全选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因纳税额的计算 那首先是继续依据 那我的纳税人 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作为你的继续依据 那实际占用多大呢 我们有个计量办法 那此时 一般情况下 都是由省级人民政府 确定的单位 来进行组织测定 你测定的面积 为你实际占用的面积 那如果说 尚未组织测定呢 不是给你发证吗 对吧 那此时纳税人 持有政府部门 核发的土地使用证 那是以证书上 确定的面积为准 那如果说 也没有证怎么办呢 没有证啊 你据实申报 据实申报 等发到证之后 我们再做调整 好 接下来看一下税率 城镇土地使用税啊 它实行的是 有幅度的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和我们那个 这个耕地占用税差不多 都是有幅度的地区差别的定额税率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英纳税额 就是拿上你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乘以适用税额 适用税额题目当中 已知条件会给你 最主要是看你 到底占用了多大一块面积 来看题 假房地产开发企业 开发一项住宅项目 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看人家告诉你啊 实际占用土地面积是 一万两千平方米 建筑面积呢 建筑面积是两万四千平方米 容积率是2.0 那对于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 和你容积率有关系吗 没有 和你建筑面积没有关系啊 只和你实际占用的面积有关呀 那拿上你的一万二 在乘以题目当中 给你的税额 就算出了你应纳的 应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但是这道题问你啥 问的是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寄税依据啊 那寄税依据就是实际占用的 土地面积一万二 没有问题吧 选择必选项 那你就会问我 啥叫做建筑面积呀 这是一块地 我是不是要盖楼啊 楼有十八成 那这不是楼的建筑面积吗 是建筑物的面积 听好了啊 那什么要做容积率呢 就是我们小区 小区啊 房子挨得特别紧 那说明这个房子非常多 采光不好 是吧 那如果说是房屋这个距离的面积 距离非常远 是不是采光就非常好啊 这叫做同等面积下 你的容积率大小 就是同一块面积 建筑面积下啊 建筑面积下 你建的房屋的数量 就叫做容积率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多项选择题 甲乙两家公司 共有一项土地使用权 土地的面积是1500平方米 甲乙企业实际占用比例是3比2 甲占其中的三份 乙占其中的两份 以至该土地使用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税额是每平方米5元 那问您 甲乙企业 共用该土地应该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多少 那我们说了你有多方共有啊 多方共有 那此时各方都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 那各方交多少呢 各方按照各自占的实际的面积进行交 那甲占其中的三份 我就按照其中三份进行交 乙占其中两份 我就按照其中两份进行交 你选择A和C就可以了呀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啊 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 但是有一部分内容 是和我们房产税可以保持一致的 你比如说第一条和社工有关的啊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你自用的土地 免征房产税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再来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失业经费单位 你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 你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第五不一样了 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带 这些公共用地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再来是直接用于农林牧鱼业的生产动地 也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好了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非常厚重的内容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也非常厚重 那我就想法设法给大家去一些记忆方式 从我今夜PPT开始啊 我主要说的都是一些一般单位 就是一般的生产经营的单位 对吧它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一些社工的单位 好那接下来我说的是一般单位了 那一般单位你到底占用的这块地 干什么去了 听好了你干什么去了 如果你占的这块地 未来能够产出能源 产出矿产 产出盐 供热供电供水 或者甚至你都是一块林牧区 那此时这块地都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这是我们口诀的第一句话 好那口诀的第二句话呢 是内征外免 你会发现啊这些文章当中都会描述一些 什么厂区内的厂区外的 围墙内的围墙外的 跑道内的跑道外的 那此时针对于外部的都是免 针对于内部的都要进行征内征外免 那接下来就看啊这种普普通通的生产企业了 如果你是生产办公生活都是兆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你来看吧 对盐厂盐矿 它的生产厂房办公生活 你看生产办公生活兆章征税 因兆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接下来如果他占用的这块啊这块地能产出盐 盐厂的盐滩盐矿盐紧用地 这主要是产盐的 那产盐都是赞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看能够产出盐了呀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说电力行业用地 围墙内的围墙外的内征外免啊 你看围墙内的那都应该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围墙外的我们应该是免税 办公区域呢 生产办公生活造章用地呀 如果这块地呢是供能 能处供出我们能源来的 那此时像我们说供电部门 输电线路用地 变电站用地 都是属于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看 套用我们刚才来进行看 真的是非常好用 如果你非得要进行背 真的是很难把它背下来 再来是我们矿山企业用地 这是矿产区域 那说明什么呀 它能产出矿来 对吧 产出矿来 我就给你进行免税 在房地产开发公司 我们先放一放 那接下来是铁路 企业的铁路专用线 公路等用地 你看内征外免 厂区内的 我们要造章征税 厂区外的 我们给你进行免 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说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 如果这块地是产能区域 产能区域呢 我们都给你进行免税 对吧 所以说对于一些地质勘探呀 钻井呀 井下作业呀 等等的 这些我们都给你进行免 那再来 这是我们所谓的 啊 所谓的 这是 工矿区 但是工矿区干嘛呢 它是消防 防洪排浪 防风 防杀 设施用地 那我们也是给你进行免的呀 这是一些消防啊 这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防范措施用地呀 那此时都是给你免 但是对于我们办公用地呢 办公 生活 造章征税呀 好 接下来是林业系统 林木区域 对吧 你这个林木区域啊 都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但如果说是办公区域呢 都是造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再来是水利设施用地 那水利设施 如果是我们水利区域的 那此时免税 但是如果说是办公区域的造章征收 城镇土地使用税 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民航啊 民航机场用地 民航机场用地 如果是对于这个飞行区域的 那此时我们说免 但如果说是厂外道路厂内道路呢 厂外道路是免 内征外免吗 厂内道路呢 应该征税 办公区域呢 造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好 那您看看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个 记忆方式更好的用到我们 税收优惠当中 显得更简单 对吧 那接下来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那房地产开发公司 你占用的土地要看清楚了 一般情况下 肯定是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但是您是按照批准 按照国家的规定是干嘛去了 经济试用房 那经济试用房用地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除此以外 其他的都是要进行造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接下来是港口码头 那港口码头用地也都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所以说我刚才那个记忆方式 从我那一页PPT一直到这一页 一直到我们这一页 几乎都是按照记忆方式来经济 更节省时间 更能提高你做题的效率 好 那我一会儿做题来看看 那接下来今年调材当中还新增了供热企业新增 大体上和我们那个房产税规定是一样的 但是它更细节化的规定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自2019年1月1日到2023年供暖期结束 向居民供热收取的采暖费供热企业 为居民供热所使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吧 那用房呢也是免征房产税 所以说和房产税是规定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啊 都是针对于居民供热 甭管你是咋要的 都是针对于居民供热 我们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免征房产税的啊 那接下来我们说 对供热企业其他用地呢 那其他用地你当然是照张征收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规定一样 那接下来专业供热企业呢 那专业供热企业 你有向居民供热的收入 也有向非居民供热的收入 那只对居民供热免税呀 非居民供热不免啊 那拿上居民供热的收入 在你全部收入的比例确定争免吗 对不对 和房产税规定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 剩下的就是我们说 承认土地使用税 它补充的那种 在我们房产税当中没有提到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 兼营供热企业 什么兼营 什么叫做兼营供热企业呢 所谓兼营供热企业 就是我这个企业啊 供热只是我的一部分 对吧 我还干别的呢 我还卖货 我还卖其他的东西 对不对 那说明我是兼营 那供热所使用的土地 与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所使用的土地 你可以区分 是不是我们说 兼营要分别核酸呀 你可以区分的 那此时 供热使用的土地 我给你来进行核酸 因为你就是供热的 我们只是针对于 供热的这块 你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但是供热当中 你可是 不是全部能享受啊 你供热当中 你向居民供热的 你才能享受免税 你非居民供热的 你还得征税呀 所以能够区分的 单独对这个 供热使用的土地 来进去区分 那就是拿上 向居民供热所收取的 残暖费收入 在你全部的收入 比例来确定征免 好了吧 那如果说是难以区分的呢 难以区分 到底哪块地 是供热使用的土地 哪块地是非供热 使用的土地呢 那此时 你享受的优惠 就越来越少 享受优惠越来越少了 怎么少呢 拿上你居民供热 取得的残暖费收入 在你全部的营业收入 收入的比例 确定你的征免 所以说国家 你说说 国家给你的优惠 是不是希望你来进行享受啊 但是你享受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分别来进行对待啊 对吧 所以说对于 兼营供热企业 就希望你能够 区分出来你的业务 在区分业务的时候 你供热的部分 你才能享受免 非供热的部分不能免 对吧 那如果是供热的部分 享受免的时候 还要看清楚 是像居民供热 还是非居民供热 那需要拿上 居民供热的残暖收入 在你全部的供热收入 比例来确定 证明 好 那接下来 我说难以区分呢 难以区分 那享受的优惠力度 就非常小 就拿上你供热 向居民供热 采取的 那个收取的 采暖费收入 在你全部的营业收入 确定你的免征 层镇主力使用税的比例 您看 在享受免税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越来越小啊 所以一定要进行区分 那接下来是自供热单位 什么要自供热呢 我自己来给自己单位进供热 我不是依托于别的 我是自己供热的 那自己供热也要看清楚 哪部分是向居民供热 只有是居民供热的建筑面积 在你整个供热建筑面积的比例 来计算免征供热所使用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自供热也是自己解决 那同时依然也是要区分出来 哪部分是向居民供热 哪部分是向非居民供热 只有向居民供热的建筑面积 你占用的那块土地 那才要免啊 看清楚了 依然也是按照比例来 这块我们就说完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教谈新增了 另外一条叫做物流企业 那物流企业从2020年1月1日 到2022年12月31日 对物流企业自有 包括你自用和出租 或者是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那此时不是全部给你免 而是减按50%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我们说这种大宗商品物流仓储设施 它是不含你所谓的物流企业的生产办公 生活用地不含 也不含其他非直接用于我们大宗商品仓储用土地 不含的 那此时像我们办公啊 生活呀 你就照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呀 你不属于我们减免项目 看清楚 好 那我们税收优惠就谈完了 来看看题 下列城市土地当中 因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事应该交 企业生活用地你当然要进交的呀 国家机关自用 民生国际自用 还有我们说市政街道公共用地都是属于免 那答案只能选择A选项 好 我们来看看 税收优惠结合我们因纳税流的计算 2019年甲服装公司位于县城 实际占地面积是三万平方米 那其中办公楼占地是五百平方米 办公楼占地五百平方米 你得照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呀 好 接下来仓库占地 你仓库占地呢 是两万两千平方米 仓库也是照张进行征税的呀 好 接下来是厂区内 我们口诀第二句话 内征万免啊 你内部的要进征税呀 这七千五百平方米要进征税 对不对 内征万免 所以说它实际占用 这个实际占用的面积当中啊 没有免的 你得全额进行交税 那就拿上实际占地的面积 三万平方米乘以五 全部来进行交税 没有任何免的 答案只能选择A选项 好 再来 下一道题 2019年 甲盐厂占地面积是三十万平方米 其中办公用地 生产 生活 办公 照张征税呀 它得征 没有免 生活用地 也是要照张征税呀 没有免 那 盐滩用地 盐滩是干嘛呢 盐滩是能够产生盐的 那此时 这块是要进行免的 不需要计税 那以至 城镇土地使用税 每平方米 年税额是0.8 问你应该缴纳的城镇土地 使用税是多少 那你要看清楚 是不是就两块地呀 一个是生活 一个是办公 那这两块地 就要进行征税 对于我们 盐滩用地 是免 盐滩用地是免 那此时 是不是拿上你 三万五千 再加上一万五千 乘以0.8 计税 大家应该选择 递选项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 单项选择层 某火电厂 2019年 占地是八十万平方米 其中 围墙内 内征 围墙外 是免 内征外免 生活 办公 造章征税呀 那您看清楚了 是不是对于我们 围墙外 这三万平方米 是免的 剩下都应该 造章征税呀 那年税额 已经告诉您了 是1.5 是八十 减去三 合计乘以 1.5 就算出来 应该缴纳的 陈镇 土地使用税 答案应该选择 C选项 所以我们口诀 要记好了 那个记忆方式记好了 其实做题 非常的容易 非常的高效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陈镇土地使用税的 征收管理 陈镇土地使用税 征收管理当中 依然也要看 它的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 这个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 和房产税规定 大体上是一样的 房产税当中 它有支月 当月和次月的规定 但是我们 陈镇土地使用税 只有一般情况下当中 一般情况下当中 就是我们说次月 但是它还有个特殊规定 还有个是满一年 它俩是不一样的 次月规定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购置的是 新建商品房 一定是交付 交付使用的次月 存量房一定是办理产权登记 次月 出租出借呢 自交付出租出借的 次月起 征收陈镇土地使用税 那以出让 或者是转让方式 有偿取得 那有偿取得 那我们按合同 合同约定 交付土地次月起 那合同没有约定呢 那此时我是签订合同的 次月起 那接下来 就看你征用的这块地 是耕地还是非耕地 如果我征用的这块地 是非耕地 那是自批准 征用的次月起 一般规定 那如果我占用这块地 是属于耕地 那你占用耕地了 需要缴纳 耕地占用税 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你当年缴纳 耕地占用税 当年不需要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就是满一年时 满一年时 来进行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看清楚了吗 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又发生时间 一般是次月 还有一个是满一年 那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是土地呀 属地性也非常强 那都是在土地所在地 来进行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如果说纳税人 使用的土地 不属于 同一省 自治区 之下市的呀 那是不是我们 属地性也非常强 是盯你的土地 而不是盯人 那是分别向 土地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城镇土地使用税 也是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因为都是持有环节 进行缴纳 你得年年进行交 那我们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的的确确 有些规定 是保持一致的 像我们房产税 它针对的也是 我们说 所有人 一般情况下 是所有人 成点人 房产代管人 使用人 而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般情况下 是拥有使用 权的单位和个人 也包括一些代管人 实际使用人 共有各方 按照道理来说 一般就是 权属所有人 对吧 特殊规定 就是受益原则 征税对象 房产税 征税对象是房产 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对象是土地 征税范围 都是县城 城市县城 兼职镇 工况区 不含农村 而我们房产税 是比例税率 而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定额税率 好 那接下来 房产税 它有两种起征方式 从价起征 和从租起征 而你的从价起征 盯的都是房产的余值 那房产余值 怎么进行计算呢 就是原值 乘以一减 扣除比例 那从租起征 不含增值税的 租金收入 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实际占用的 土地面积 好 那接下来 还有税收优惠上 也有共通的 比如说是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军队 强调一定是自用 那如果是国家 财政部门 拨付失业经费 一定强调的 也是自用 宗教 公园 民胜古迹 强调的也是自用 自用的房产免 房产税 自用的土地 免城镇土地使用税 好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在我们资约的规定上 都是保持一致的 是吧 构置 新建的商品房 交付使用的资约 构置的是存量房 一定是全属变更资约 纳税人出租出街 交付出租出街的资约期 纳税地点呢 房产是房产所在地 土地呢 是土地所在地 纳税期间 按年计算 分期进行缴纳 那到这儿 我们就停一停 为什么必须要停一停呢 因为已经学够仨了 当地占用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已经学够仨了 你就要停一停 不要继续往下学了 先把这仨搞通了 搞通了 没有问题了 再开启 不要贪多 说小税总 就慢慢学 每个税总 它其实都不难 你慢慢学 慢慢的一个一个 都吃透了 那所有的混到一起 也都没有问题 好了吧 那我们这一讲 就先给大家 讲解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 学习过程当中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关注 新浪微博 东奥孙兵 来私信我 我给大家进行解答 非常感谢 各位考生的观看 我们先讲解到这里